大家好,我是三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在MapOS里更改DNS 以及更改DNS过后 是不是能够提高网数呢? DNS的全名就是 Domain Name Service 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本电话簿 电话簿有名字 然后电话号码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名字就是网址 号码就是IP address 打个比方 Apple官方是www.apple.com 而它的IP address就是 17.142.160.59 在我们游览器输入这个号码的话 就会到达Apple的官方网页 可以去试试看哦 而因为DNS的存在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记得这一组号码 我们只需要记得比较容易记得的网址就好 而最近我在网上有看到 很多人都说更改DNS可以提高网数 甚至还可以游览被禁止的网页 是这样吗? 那我们今天就来测试看看 而今天要测试的就是 网数这一个部分 不过在还没有测试之前 请容许我打一个修广告 然后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实用小对抢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号TV 那我们开始吧 想要打开DNS呢 我们只要点击左上角的Mac logo 然后点击System Preferences 然后选择Network 在这个WiFi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Advanced 然后选择DNS 然后选择DNS 在 default呢 这个是192168.1.1 我们就不要更改它 那我们现在按左手边的这个SpeedTest Go 这里我会使用三个DNS作来测试 每个DNS都会用SpeedTest这个网站来作为测试 而每个DNS我都会测试两次 所以要在Mac这边添加DNS 那只要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DNS这边 和这个加 然后写下你的号码 然后再加另外一个 然后点击OK 然后按Apply 第一个要测试的DNS就是Google DNS 而第二个要测试的DNS就是OpenDNS 第三个要测试的DNS呢 是Level3DNS 它有6个IPAdress 那这三个IPAdress呢 其实是网上比较推荐使用的 测试过后呢 我发现到其实它的网速箱差不多 前面这两个是没有加DNS的 然后这两个是Google DNS 这个是OpenDNS 跟这个是Level3DNS 从数据上面来看 其实它们相差的 真的不是很多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拜托再看这影片的你 是不是只有我是这样子而已 希望你测试过后 告诉我你那边的情况 又或者是你有什么 可以提高网速的办法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讯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技巧 或者是Apps 或者是你在使用面上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